MING PAO TORONTO 新手機 大家好 我是 Ray Ma 今天是小米在下半年的發佈會 一連串發表了三部新手機 包括有旗艦級的小米 Mi 10T Pro Mi 10T 以及Mi 10T Lite 三部新手機最入門的Mi 10T Lite 開始只是2099 港幣 非常值得玩的5G 手機 而另外的Mi 10T 就是3399 而另外的Mi 10T Pro 也只是3699 港幣 而這部Mi 10T Pro 已經在我手上了 它的主鏡頭也用到 1.800 萬像素的主鏡頭 另外也配備 144Hz 高刷新率螢幕 首先在外觀設計上 這次的Mi 10T Pro 也有三種顏色 包括黑色 銀色 極光藍色 在這部銀色上有磨砂機背的設計 而且也有不同的燈光照射的時候 它的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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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它是一塊 144Hz 的 LCD IPS 螢幕 支援 DCI-P3 以及 Delta E 的數值比 0.8 更小 也代表這螢幕的顏色非常準確 而它也支援 HDR 內容顯示 而在顏色顯示方面 在我肉眼看過一段時間 是高質素的 LCD IPS 螢幕 它的顏色很鮮艷 類似 AMOLED 螢幕的鮮艷程度 而且它的顏色看上去 無論是白平衡 還是顏色的呈現 也覺得它自然和許許如生 是高質素的 IPS 螢幕 而在顯示白色整個畫面的時候 邊緣部分暗了的暗角情況 在相機開孔的邊緣會有一些暗位 以及在全黑顯示的時候 也會有背光燈 IPS 螢幕的漏光特性 它就做不到 OLED 螢幕的全黑黑色 但如果你是喜歡 IPS LCD 螢幕的效果 這塊 IPS 螢幕應該是市面上找到比較好 或是數一數二的 IPS LCD 螢幕 重點是它支援 144Hz 的 Adaptive Sync 技術 它在30Hz 60Hz 90Hz 和 144Hz 之間 是根據你的應用場景而自動切換 在我的體驗上 144Hz 的確比時面上 60Hz 的手機順滑很多 它的過場動畫配合 MIUI 12 應用 整個效果很爽很順滑 也可以在觸控檢測裡面看到 它更加高的觸控採樣率 令到我的觸控時 它的觸控是更加貼手 更加多 更加密集的 明顯比起 60Hz 螢幕的手機 是多很多 反應快很多 對於打機也會有幫助的 而針對不是高 FPS 高精數的耐用 它也支援 MEMC 的運動補償技術 它會透過軟件插晶的方法去補償這些間距 令整個動作更加順滑 而配合這塊漂亮顏色的螢幕 它也支援雙喇叭 一個在機身底側 另一個在前置正面聽筒部分 我們現在聽聽喇叭 調到最大聲 至於其餘的機身硬件方面 在機身底側 還有USB Type-C 插口 另外還有雙nano SIM 卡的雙卡雙待插槽 但它並不支援 microSD 卡的擴充 而機身右側有音量鍵和電源鍵 和指紋掃描器二合一的設計 而我只用上去不用按 一觸碰它就已經解鎖了 它的解鎖速度比我很多用過旗艦手機 很靈敏 和一觸碰即縮都可以 它也支援快速充電 原生跟機也有 33W 的快速充電火牛 而我也是親身試了它的充電速度 它全程的充電速度也近乎是水平一字線的 其實它可以用60分鐘就充滿100%的完整充電速度 而這部電是 5000mAh 的大電池 還有它最後補充支援 NFC 晶片 以及有 X 軸的線性馬達 令到 3000 多元手機上是頂級的震動反饋效果 另外還有 Liquid Cool 的散熱技術 效能方面稍後會測試 而說到效能方面的規格 這次用到 Snapdragon 865 的處理器 並不是最新的 Plus 但它也是 865 的旗艦級 另外亦有 8GB 的 LPDDR5 RAM 亦在 Mi 10T Pro 上有 256GB 的 UFS 3.1 的 ROM 充電 而在標準版的 Mi 10T 上有 128GB 的 UFS 3.1 的 ROM 充電 而根據 Geekbench 5 的跑分效果 我們看到它的成績單核心大概是 900 分左右 而多核心能夠達到 3300 多分 亦超出不少 Snapdragon 865 的分數 它的硬件效能調校做得不錯 而再根據我們的效能壓力測試 持續跑了 5 次 Geekbench 5 每次都是緊貼著跑 亦看到即使最後一次 仍然有超過 900 分的 Data 心分數 以及超過 3300 分的 Multi-core 亦看到 Liquid Cool 的散熱 能夠控制發熱是不錯的 長時間的高壓應用亦不會出現降頻降溫 而再根據統一的效能 High Apps 速度測試 打開 8 個應用程式 包括有 3 個大型遊戲 現在的表列是 Mi 10T Pro 和其他旗艦 或者中階機的速度比較 第二回合有 8 GB LPDDR5 RAM 的 Mi 10T Pro 加上 144hz 的高刷新率 我按開 App 時的動作很順暢 而且它的多工表現是所有 App 都會在背景執行 到了最重要的賣點今次的相機鏡頭系統 其實這個相機鏡頭系統主鏡頭 用 1 億 800 萬像素的主鏡頭 F1.69 光圈 支援 4 像素合一 支援光學防手震的 這個鏡頭都不陌生 另外也有超廣角鏡頭和微距鏡頭 在 Mi 10T Pro 上 而在 Mi 10T 標準版上 就用 6400 萬像素的 Sony IMX 682 的感應器 而這個鏡頭竟然在 Mi 10T Lite 的輕量版上 都用到旗艦級的鏡頭 而在 Mi 10T Lite 上也有微距鏡頭 超廣角鏡頭和景深的鏡頭 但絕對值得帶出這次的 Mi 10T 系列 其實最重要的並不是相機硬件的配置 當然也重要 但反而是軟件方面 去到更多功能 看到有 Long Exposure 的長曝光模式 光影效果 Light painting 的效果 行雲流水等等 有很多平時需要用 ND Filter 再加一部高階的 DSLR 相機 以及穩定的腳架去使用 才能夠做到的效果 但現在也是要腳架的 但配合手機不用用 ND Filter 直接用這部電話 就已經拍到這些效果 它也會自動自動把照片反轉 我寫的時候 正常寫字的方向 拍完照後 它會自動mirror 反轉 就是我想寫的效果 完全不用自己後期製作 另一個很特別的 是 Cloning 的魔法分身功能 除了拍照做到魔法分身 它連拍片都可以 我可以在一張照片上 今天就有一個芭蕾舞的模特兒做示範 可以在一張照片製作三四個距都可以 按了按鈕後 直接在畫面操作就可以了 完成後整張照片輸出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不用自己後期製作 可以用這些功能去做到一些平時很複雜的 令我懶惰就不會去做的效果 至於相機的成像效果方面 這次主鏡頭一億八百萬像素 在Pro 上 亦支援最高三十倍的數碼變焦 我懶惰就足夠下去 有預朝的火力 我懶惰就要翻炸了 我懶惰就要翻炸了 我懶惰就要進一塊 我懶惰就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除了拍照之外 另一個重點是拍片 這次當然最高支援 8K 的拍片 而重點是它竟然在 8K 之下都支援光學防手震 令到很少可地拍 8K 片都有穩定的效果 可用度會比較高 可以再製作 8 倍放大 對我後製會方便 最後在影片結束前 這部手機的特別是 出廠時貼上的螢幕貼和原生附送的機殼 是有銀離子的抗菌技術 能夠抵抗99%的細菌 而影片最後這部份就整合一下 Mi 10T Pro、Mi 10T 和Mi 10T Lite 三部手機的分別 當中最旗艦定位這部3699 都是很便宜的 Mi 10T Pro 一億像素主鏡頭 Snapdragon 865 的處理器 而Mi 10T 由外觀設計 再到整體整個硬件的配件 都跟Pro 基本上一致 除了128GB的 ROM 儲存 而是256GB 以及主鏡頭由一億像素變成6400萬像素 但其他的大致都是一樣 再便宜$300 到$3399 而最後的Mi 10T Lite 是震撼的 2099 兩千元的售價 他用Snapdragon 750G 的 5G 處理器 另外 6400萬像素 一個旗艦級的鏡頭 而螢幕依然有120Hz 體驗 雖然未達到 144Hz 但流暢度上也差不多 而 Lite 亦有 4820mAh 的大電 在一部中階處理器的硬件上 而它亦支援 33W 的快速有線充電 亦可以在大概一小時 便可以充滿100%的電池 而獨立針對Mi 10T Pro 的體驗 即是$3000 多可以有旗艦機的配件 再加上旗艦的相機 以及 144Hz 的高刷新率螢幕 以及很豐富的系統功能 以及拍照的得意功能 其實性價比上是很出色 以及很難以匹敵 但我上手了一段時間 它亦有些再可以提升的地方 上手的質感沒有到頂尖旗艦機的精緻 有一些厚重 LCD IPS 螢幕在整塊螢幕的光亮度均一性上 邊緣 暗角的位置沒有到 OLED 均一 對比度上沒有到純黑黑色 但整體來說它也是 144Hz 高刷新率 顏色顯示的 IPS 螢幕 旗艦的硬件規格 而相對比較意外的地方 這次小米除了向著更高性價比的方向進發 它們是成功的 之外它們也在軟件的相機功能上 再做一些新的開發 而另外同樣有驚喜以外的地方 就是2099 的Light 兩千元都有5G 還有我試過它的相機 螢幕效果和上手的質感 對於效能要求不高的人來說 那部Light 亦可以一試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的新手機發佈資訊 以及其他最新電子產品的測試 下次再見